哦,我点了,我点了符文属性加了5% 哎呀,他妮口冒充拉克斯是不没用啊 他身上有个小球 哎,不对不对不对,拉克斯身上也有球 你俩到底谁种啊 拉克斯种啊,两个拉克斯 装备还没改版呢 这边呀,这边我们死的很正常 我也不套点言了,拉倒吧 因为我们肯定是打不过他 送他一边 说实话,送的不应该 我大意了,没有伞 这弱点刷的位置啊 很不正常 没卡到,拉倒吧 死就死了 咱也不进去耗他的血,没有意义 下边再刷吧 这白送400块钱 不太应该 不太应该呀 现在有个严重的问题就是我开始卡了 好了 又卡了 要硬一下 他不死 耗他一边也行 耗他一边也行 我刷个弱点 等会儿 我把他弱点刷屁股后头 谁?巨魔呀 可以刷 被得顶我一下 被得顶我一下 咱也不知道能不能追得上 就硬追 再一边 哎呀 银头 哎呀 我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猴根本没有办法说是点硬性那个东西 A的太慢了 这 这 猴根本没有办法说是点硬性那个东西 根本点不了硬性 点硬性太吃亏了 那打人攻击速度太慢 先回家出个耀光 来一个小样正正好好 我说就是他不打不了我 我也攻击速度也慢 没点攻速太慢了 这少少给百分之十四攻速的 百分之十四攻速一把小短剑 你看见就是攻击速度 你再看看我们的 就跟那个僵硬 就是有点僵硬 你咋的呀 我刚才为什么没溢出去 没搞懂 没搞明白 咋的 他被捕了 这边给他杀完以后他可就老亏了 他就亏出了死 无敌 我还吃他两层塔皮 很beautiful啊 拜拜 下我一跳 回家了 我们无敌了 虽然我们刚才这边操作有点小瑕疵 不过问题不是那么很大 有些兄弟可能刚才不知道我因为什么闪 我给你解释一会儿呢你可能又觉得我是在强行解释 我不给你解释呢你又不会被蒙在鼓里 所以我还是得给你解释一下为什么刚才我 放了一个闪现 因为我以为这个巨魔他要跑了你知道吧但是这个巨魔他却回头了所以我a到他那里 我的预判提前预判了 知道吗我提前的操作了而他 操作的是后操作的所以 我们交了一个闪现 你可以回家没关系 让巨魔来这边他肯定是没大上面他把大交了 好这边去峡谷先锋瞅他一眼 好银头拿下 巨魔来先杀人啊 好 打不留一手 出转起来 换个收 EA 九头蛇接个屏 把峡谷打了 拿下 这边二打三还收个峡谷先锋 虚夫啊 不能放峡谷先锋啊 应该是拆掉了 应该是拆掉了 这怎么人家呢 不要放W技能啊 不要放W技能啊 只能E到他的脸上 这干啥呢 这为什么不放W 给我解释一下 先双抠先走别急 一过来平 死了 这巨魔伤害 有点高没办法 W没躲掉他的大 我们就比较难杀的 把这个出了 看看三项出了会不会攻速快一点 看看三项出了会不会攻速快一点 这一辈子不恶结了吗 这辈子不恶结了吗 我还要杀拉克斯 我们杀巨魔 然后我们再杀德莱文 这个冰尔也没杀虚蛚 看看冰尔能不能杀啊 漂亮 可以推二趟 不过我觉得没必要 回上路了 什么意思 攻速还是慢 攻速还是慢 我们硬性现在是30 满了吧 我看满没满 满了 如果我出个水银骸呢 50多吧 60啊 我看看奥把这皮骸给他除了 51 51也不多呀 51减多少啊 没血 就跟我说减少 那我知道减少多少 找中路来一会儿 Kalien是不锐 Kalien是不锐了都 哎呀好扣 这件事不锐确实是行啊 可以解了 这件事不锐确实是行啊 这件事不锐确实是行啊 我带上馅儿了你还 我11级没带馅儿你9级带我馅儿 凭什么 我就想问一句凭什么 11级的我都没去带馅儿 他跑过来带馅儿 1820 等我们九斗蛇我们也带馅儿 差点钱 差20块钱 等着迪亚马特 不是 等着九头蛇除了以后 我们也去带馅儿 我在上路跟他带一会儿 找这小子的带我馅儿 看看他什么皮骸啊 没有骸 这本不能打 把这出了以后我们再出一把长剑 现在就有个问题 到底是带下路的馅儿 还是带上路的馅儿 带上路的馅儿吧 在这等他 我姑妹的他不能走 他肯定还得带我们在这等他 然后把他杀了杀完以后我们上搞地 这是在干什么 他大意了啊 他没有伞 我们的连招很快啊 我们的连招 巨魔是有点右的 我们的连招 饿了 死了 哎哟 绿小兵 打破溜走 别吸我 别吸我 给我洗死了 2150 居然这边使用了偷袭 居然这边使用了偷袭 走吧 别打 卢仙反向大招 很正常 一般手一抖 一般手一抖 趴一按 扭头一扭 就有可能 很有可能 这边如果对面再打我们这边就无杀 不干净 他就无杀 那他就无杀 你没关系 这一个烟雾弹抢我一个银头我确实是有点受不了 我本来没想放大 我就怕这个巨魔他跑得太快了 哎呦我这硬性是可以 这莫格纳应该是主抠的 他抠了我一下我都没被控 我感觉我就好像 0点几秒 就抠了一下就0点几秒 硬性确实是有点厉害 我不要给你吧 我都有了 咱也不是那种贪婪的人 在这里 银头给他拿下 小龙没拿呀 这队影怎么不拿小龙呢 这把咱们整个破败 整的攻速不够用 谁跪下 我都控不住我这 谁让你丑的我就想明白一下 为什么丑谁允许你丑了 真幼啊 要杀我小伙子 还有你 你肯定是很幼 但是你还没到那种修钢的地步 吸点血来 这德莱文是什么意思 这不是你家吗 先杀这冰女儿啊 冰女儿没技能了 哎呦我这怎么死的 这必须得杀他 100块钱 给我杀了兄弟 这啥呢 哎呦回血了哎呀吸血呀 五千块钱 正好回家出装备 挺好 把这个卖了来个红宝石吧 我们出个振奋 血魔柳 在那边银血剑银血剑就不用了 银血剑就没有必要了 不如振奋呢银血剑 又有炕又能吸还加减吸滴 这不挺好的吗 打个蓝去 蓝可能会不够用啊 摧毁建筑 这也不是我摧毁的 有我助攻吗 我看一下啊 这边回放啊我瞅眼 用你说实话的红我并不想给你 但是我这个银哪 他就是比较的银齿 这德莱门怎么回事 这德莱门怎么回事 哎呦我出不去了快快快快 点炎 1A9头 哎呦我好痛 哎呀巨魔之王啊 巨魔之王 打炎有点疼 在巨魔之王面前 我们是有点吸不回来 因为他有繁甲 给这小龙拿了吧 给这小龙拿了吧 来把巨魔 来什么巨魔 这英雄笨的要死 这英雄笨的要死 打个大龙吗要我说 可以尝试一步 走打个大龙 让队友去推 我们打大龙 谁查的眼 先排掉这个眼啊 然后我们去沙龙收兵要对面放松警惕 然后把龙打了 好队友大龙也行 我把沙龙退一步 其实现在我们不管他们直接 往对面基地推了也行 也不是不行 好队友大龙 先杀一手 血魔流没想到吧 不打巨魔啊 只要不打巨魔,巨魔就不反三 吸血 跑 别去魔之王 没蓝了 回家了 有小兵,我们就给他挥满 打吧 打个蓝buff 看来蓝还是不太够用啊 猴就是蓝不太够用 要是猴能跟瑞文一个机制就好了 不费蓝 没有蓝条 没有蓝条 吸血鬼言成小猴子 我们把下路给他踩了 这边啊 这边控制有点多 不过对面下路已经没了 已经算是拿下了 33比40 我们让对面误以为我们打不过团战啊 下一波直接一波团战把对面拿下 对面直接就傻 哎可以 巨魔杀疯了 巨魔只要不打他 他就没有伤害 我们别打他就行了 我们就打别人 一会的团战开起来我们就打别人 把巨魔 这不有ap虚拳了呢 哎呦我巨魔 哎呦我巨魔 走我们去小龙 这边傻漏破守不住没事 先去小龙 这个小龙最多会有一个兵女加个巨魔 我们把那个兵女给他撒了 生个巨魔 他就只能跑 然后我们把龙打了 我就没明白这德莱文为什么 你是不是以为你很拽啊兄弟 是不是没有人能杀得了你了今天我的点眼你不慌啊 怎么回事呢 他感觉自己是有点要无敌了你发现没有他自己好像有点飘了 我都不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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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赖文靠着防御塔那就算了 糖果火箭 本来我是想抽个飞机的奖 你知道吧 但突然